第五十四集 于莲独自上路,路上没有其他意外,顺利地到达了公爵府。 他登门求见,但足足等了一个上午,也没有结果。 进而到了下午四点左右,公爵想出门透透气。 于莲看见他出来,便毫不犹豫地走上前,要求布施。 走进那位大人物时,他故意拿出德拉摩尔侯爵的那块表。 公爵看也不看他,只说了一句, 你远点,跟着我。 又走了一公里,公爵忽然走进一间小咖啡馆。 于莲就在这个三流小店的一个房间里,恭恭敬敬地给公爵背诵那四页记录。 背完后,公爵对他说, 从头再背一遍,要慢一点。 公爵边听边记,然后说, 您不行到下一个驿站,把衣物和马车扔在那里。 想办法赶到斯特拉斯堡,本月二十二号,现在是十号,本月的二十二号中午十二点半,回到这个咖啡馆来。 您半小时后再离开这里,别作声。 于莲听到的就是这番话,但已经使他佩服得无体投地。 心想,干大事就得这样,如果这位伟大的人物听见三天前那帮嚼舌的家伙们说个没完,真不知道有何感想。 于莲花了两天的时间赶到斯特拉斯堡,在那儿,似乎无事可干,他绕了个大弯。 如果,卡斯特拉斯堡的神父这个鬼东西认出了我,绝不会轻易放过的,一定紧盯不舍。 如果,能够取笑我,使我的任务功亏一篑,他该多高兴啊。 卡斯特拉斯堡的神父是教会在北方边境的警察总监,幸亏他没有认出鱼脸。 而斯特拉斯堡的耶稣会教士,尽管十分忠于职守,却丝毫没有想到去监视鱼脸。 因为他身穿蓝色礼服,佩戴十字勋章,样子就像一个非常注意打扮的青年军人。 美丽 你有爱情能经受痛苦的全部坚毅和力量,你难以感受的只是爱情迷人的欢乐和温柔全全。 看着他憨然睡去,我不能说,他鲜柔美丽,貌若天仙,现在全属于我,任由我的摆布。 苍天慈悲,有意造此柔雾,到世上来逾越男人的心。 选自喜乐,宋歌。 请继续收听法国作家斯汤达代表作《红与黑》,演播齐克剑,邓小鸥。 鱼脸不得不在斯特拉斯堡停留一个星期,只好以金钟报国和建功立业的种种遐想来消磨时光。 他坠入爱河了吗? 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只觉得在他痛苦的心里,马蒂尔的主宰着他的思想和幸福。 他必须使出全部性格的力量,才能摆脱失望。 现在,要不想马蒂尔的小姐有关联的事,是不可能的。 从前,为了分散德雷纳夫人在他心中激发的感情,他还可以寄望于勃勃的雄心和虚荣心稍有所得的满足。 如今,马蒂尔的取代了一切。 他展望前途,只见他无处不在。 从各方面看,前途茫茫,于连不见有任何成功的希望。 这个在维里叶时,如此狂妄自大,目空一切的小伙子,现在竟谦卑到可笑的地步。 三天前,他恨不得把卡斯特奈的神府打死,可在斯特拉斯堡,即使小孩子和他吵架,他也自认理亏。 想到生平遇见过的对手和敌人,也总觉得自己无理。 原因是,过去他凭借纵横驰骋的想象力,给自己描绘出成就辉煌的美好前程。 如今,这种想象力却成了他不共戴天的仇敌。 旅途寂寞,孤独难熬,前思后想,陡增畅往,越感到朋友之可贵。 于连心想,我有没有一个甘胆相照的朋友,即使有为了荣誉,我不也要永远会莫如深吗? 余连骑着马,闷闷不乐地在开尔附近溜达。 开尔是莱茵河畔的小镇,以德塞和古维翁圣希尔在这里的赫赫战功而名垂千古。 一个德国农民只给他看那些因这两位英勇善战的伟大将领而出了名的西剑、道路和莱茵河上的小岛。 于连左手牵马,右手摊开圣希尔元帅回忆路上的精美的地图。 忽然有人快活地叫了一声,他猛地抬起头来,原来是他在伦敦认识的朋友克拉索夫王子。 几个月前,他还给余连传授过哗众取宠的药领。 他惊于此道,昨天到斯特拉斯堡,一个小时前才到达开尔。 对1796年,本镇被围一事,没看过一行记录,却向余连大吹特吹起来。 那个德国农民目瞪口呆地看着他,因为农民也粗通一点法语,听得出亲王的解释错误百出。 余连的想法与这个农民大不一样,他只是惊讶地看着这位风度翩翩的王子, 非常欣赏他上马时潇洒的姿势。 余连暗响,真有个性,裤子裁剪得那么合身,发饰又那么漂亮。 如果我是这样,兴许他爱了我三天之后,就不至于厌弃我了。 王子讲完了凯尔之威以后,对于脸说, 哎,你的脸色就像真口苦修会的修士, 你违反了我在伦尊给您规定的稳重原则。 愁眉苦脸不算有风度,要装出烦闷的样子,如果愁眉苦脸,就说明您有失误,有的是没办成功。 这等于表明自己不如别人,如果烦闷则相反,说明想讨您欢心的而不可得的那个人不如您,所以您要明白,如果误会,后果便严重了。 愚莲面扑了一个金币,给那个张着嘴听他们说话的农民。 王子又说道, 好,做得漂亮,又不屑一顾的贵族派头,好直了。 说吧,扁纵马飞驰, 愚莲佩服得无提投递,赶紧拍马跟上。 如果我能这样 他就不会一群别像 舍我而找克罗兹诺瓦了 于连越发从理智出发 对王子的可笑言谈觉得反感 便越因自己不懂得欣赏而愿意 为缺乏这样的风度而苦恼 他讨厌自己 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王子觉得他的确很发愁 在回斯特拉斯堡的路上问他 哎 亲爱的 您是把钱丢了 还是对某个演戏的小妞换单相思的 俄罗斯人照搬法国的风席 但总落后五十年 现在还停留在路易十五时代 这些就爱情所开的玩笑 使于连热泪盈狂 他忽然自问 此人和蔼可亲 我为什么不向他讨教呢 于是于连对王子说道 是啊 亲爱的 您看 我在斯特拉斯堡失恋了 在距离这里不远的一个城市 住着一位千娇百妹的女人 但她热恋了我三天 便把我甩了 她的变心 可要了我的命了 接着 她把马蒂尔的小姐的行为和个性 向王子描述了一番 用的当然是假名 克拉索夫说道 不用说下去了 您的心里话 我就替您说了吧 省得您不相信我这个医生 那个女人的丈夫 有百万家财 或者她本身 就系出当地的豪门 总之 一定有值得骄傲的地方 于连点了点头 没有勇气再说下去了 王子说道 好极了 这里有三剂苦药 您必须立即服下 第一 每天都去看 哎 她什么夫人来着 哦 德杜波瓦夫人 王子大笑着说道 他姓什么呀 对不起 在您看来当然是个好性了 您必须天天都去看这位夫人 特别要注意 不要在她面前 显得冷淡和不高兴 要记住 这个时代的一条伟大原则 就是反其道而行驱 要表现出 和您受她青睐前一个星期 完全一样 鱼帘绝望地叫了起来 哦 我那时心静很平静 还以为自己在可怜她呢 王子继续说道 借用一个老掉牙的比喻 这叫做 灯蛾扑火 自焚身 啊 第二 您要天天去看她 第三 您求她那个圈子里的一个女人 但表面上不必太动情 明白吗 您的角色很难演啊 这一点 我不向您隐瞒 您要演戏 但如果被人看穿 那您可就完了 鱼帘 激然地说道 她那么聪明 而我又那么笨 我完了 不 您只不过比我想象的更痴情罢了 像所有天生非富即贵的女人一样 德独波瓦夫人只关心她自己 眼睛只看自己而不看您 所以她并不了解您 和您有两三座的浅犬时 她拼命去想象 把您看作是朝思暮想的英雄 而不是实际上的您 真见鬼 这些都是骑马的知识 亲爱的索海尔 难道您完全是个门外汉不成 哼 好了 咱们进这家商店去看看 这条黑领带 多漂亮 哦 似乎是白林顿大街上 专为约翰安图生计做的 看在我的份上 您就系上它吧 把您脖子上那根叫人恶心的黑绳子 扔得远远的 走出斯特拉斯堡最大的那间服饰店时 王子又说道 诶 对了 德独波瓦夫人的圈子里都有些什么人呢 伟大的上帝 这个信可真难听 亲爱的索海尔 别生气 我实在受不了 您打算非求谁呢 啊 一个规规矩矩的姑娘 她父亲是卖袜子的 很有钱 她有一双妙目 是我销魂石骨 无疑是当地的第一号美女 但是 虽然出身富贵之家 若听见有人谈起做买卖和开铺子 她便脸红到几乎不知所措 不幸的是 她父亲偏偏是斯特拉斯堡一个最有名的商人 王子大笑着说道 哈哈哈哈 所以啊 如果有人谈起实业 您可以放心 您的这位美儿想的是她自己 而不是您 这一可笑的现象 真是天赐的机会 对您非常有用 至少 使您不至于 被她那双妙目弄得 我为轻狂 成功 自然不在话下 鱼脸响起 常来在拉摩尔府上的那位 德维瓦克元帅夫人 她是一位美丽的外国女子 嫁到元帅家一年 夫婿便死了 她一辈子似乎只有一个目标 就是使人忘记她父亲是个实业家 同时 为了在巴黎成个人物 便适时带头 恪守妇道 鱼脸对王子心悦诚服 若能有他那套逗人发笑的本领 才愿付出任何代价 两人情投意合 鱼脸说了 所以您一天写两封 六大本手写的行书 足以应付各种性格的女人 包括最讲道德的淑女 您知道 在离伦敦十多公里的 伊玛平川的李奇蒙 卡瑞斯基不就追求过 全英国最美丽的公义会修女吗 鱼脸凌晨两点和他朋友分手时 心情好受多了 第二天 王子叫了一个抄写员 两天后 鱼脸便收到了五十三封 按顺序编好号码的情书 对象都是道德高尚的深归怨女 王子说道 没有第五十四封 因为卡瑞斯基已经被拒绝了 不过 既然您只是想打动 德杜波瓦夫人的心 那个瓦伤的女儿 对您不好 又有什么关系呢 他们两个 每一天都喜马 王子对鱼脸 简直着了迷 他不知道 如何向鱼脸表示他 这种一见如故的友谊 最后 竟想把自己 一个在莫斯科 有大笔遗产继承的表妹 嫁给鱼脸 还说 您一旦结了婚 靠我的势力 和您的十字勋章 两年内 您便能升为上校 鱼脸说道 可是这十字章 并不是拿破仑 扳发的 身价差多了 王子笑着说道 那有什么关系 十字勋章 不是他发明的吗 在全欧洲 还是他第一个 扳发十字勋章的呢 鱼脸 几乎要答应 但他又想起任务未完成 还要去见那位大人物 与卡拉索夫分手时 他答应以后 写信再谈 他拿到那份 秘密记录的答复之后 便回到巴黎 但他独处两天之后 便觉得 离开法国和马蒂尔的 简直比死还难受 心想 卡拉索夫建议我结婚 可以得到百万价彩 我不敢 但他的忠告 倒可以考虑 说到底 勾引女人 是那位王子的本分 十五年来 王子处心积虑的 不过是这件事而已 因为他已年纪三十了 不能说他不够聪明 他既狡猾 又会弄虚作假 他性格里绝找不到 任何热情和失忆 他善于拉线搭桥 这就更有理由相信 他的判断不会错 于连心里想 我要去追求 德菲瓦克夫人 必须如此 我可能觉得他有点讨厌 但他的眼睛 是那么漂亮 一看见他 我便会想起 曾经热恋过的 我的那个美人 他是个外国人 这道新鲜 大可研究一下 我简直是疯了 像个即将淹死的人 我必须听从朋友的忠告 而不要 自以为是 我去年为也讨厌 我毕竟是 我毕竟是 想跟爸爸 在任何事 我毕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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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之后 我毕竟是 是 我毕竟是 背景 被